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装的背面有玩具的一些说明 神木园它可以变成门虫小圣的形态 门虫小圣又可以超新变身变成神木园的形态 这系列玩具一共有五款 我们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拆箱完的就是这款神木园 集齐这五款还可以进行五合体 合体成为超级机器人 我们现在就把这款玩具从包装里面拿出来 和小朋友们分享分享 这个就是神木园 神木园是门虫小圣变身后的样子 变成了机器人形态 看起来好酷 神木园它的肩部 背部还有腿部都有护甲 它的手里面还拿着一个武器 长长的棍子 我们现在就给神木园变身 把它变成门虫小圣的形态 怎么变呢 首先我们来把武器卸下来 把神木园的头部收 收到身体里面去 把头后面的这个保护盖向下 合拢 把肩部护甲向后收 变成了小圣的矮朵 把手臂向前收 紧贴在胸前的胸甲下方 把神木园的两条腿合拢 把神木园的两条腿合拢 小腿部分就是小圣的身体 把腿部护甲向前转动 变成了小肾的四条腿 把神木园的腰部收入大腿里面 再把背部护甲合拢 小肾的头部已经变出来了 我们来把小肾装上尾巴 神木园的武器就是小肾的尾巴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小肾四条腿的角度 神木园变身成功 现在变成了门虫小肾的形态 小肾它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猴子 它有一双水凝凝的大眼睛 看起来好门 接下来呢我们来把小肾超新变身 再把它变成神木园的形态 怎么变呢 把小肾头顶部打开 神木园的头部就藏在小肾的头部里面 我们来把它变出来 把小肾的尾巴卸下来 拧牙左右打开 再把小肾的头部和身体向下拉 再调整一下角度 把小肾的尾巴打开 向前打开 向前打开 矮多变成了神木园的肩部护甲 我们来把手臂拉出来 把身体分开 把身体分开 神木园的两条腿已经变出来了 再把小肾的四条腿进行翻转 变成了腿部护甲 变成了腿部护甲 还有最后一步哦 就是小肾的尾巴 现在变成了神木园的武器 可以拿在手上 小肾变身成功 由可爱至极的门虫小肾形态 现在变成了酷酷的神木园形态 现在变成了酷酷的神木园形态